近幾年來醫療勞動權益 已經是台灣重要的公共議題 勞動條件不佳 讓臨床醫療工作者們 長期以來都感到不滿 紛紛出走 成為了台灣健康照護體系的隱憂 我們來看到台灣物理治療協會 特別辦理了一個論壇 針對以上的議題來進行聲討 那專業也沒有被了解 我認為這個是在我準備治療的時候 最大最大最大的一個原因 因為我們的專業並沒有被了解 我們沒有被民眾了解 甚至醫師也不了解 醫師覺得我們做的 都是醫院看到的這些被動式治療 理事長講出目前物理治療師 所遭遇的困境 在台灣物理治療師法 2019年12月修法為達成功 2020年的今天 多名立委提出修法版本 還有一些聲音在反彈 尤其是來自復健科醫師的反彈 他會覺得這個部分 你是不是個病人 物理治療師沒辦法判斷 根據世界物理治療聯盟的最新統計 75%國家的民眾 就有直接就診物理治療的權利 隨著時代的眼鏡 醫療專業的分工日趨精細 物理治療師的角色 已從傳統的附件人員 轉型為全人全方位的 健康照護專業人員 物理治療師 執行所有物理治療業務 皆需依醫師之診斷執行 使民眾不易獲得專業的服務 在人口老化 政府大力推動長期照顧的今日 是非全民之福 全世界對老化社會裡面 能夠做得最好的就是物理治療 不要講物理治療所 物理治療是在社區裡面 可以遍地開發 物理治療專業價值在於 讓民眾健康動起來 在人類壽命延長時 生活也能隨心所欲 在接受物理治療服務的限制 適度鬆綁下 人民更能享受最完整專業的 物理治療 也讓生活品質得到全方位的照顧 人間衛視網建國陳奕萱 台北採訪報導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